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川攀枝花市的地震已经造成了36人死亡 506人受伤 80多万人受灾 还有三座水库裂开 有一流的危险 大批官兵冒着下雨的天气日以继夜的 运送帐篷到四川和云南地震灾区 连夜搭建好让露宿街头的灾民能有个临时栖身的所在 食品这个各地民族正在组织采购 正在采购了以后就紧急发放 四川攀枝花市 仁河村 绝大多数的房子都是用土坯搭建而成 一起强镇 房子不是倾倒就是成了围楼 这个基本上是不甘的寄住了 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大堆有两千多斤股质在流上 目前灾民最需要的就是运送救援物资 不过因为灾区下雨 交通大受影响 金沙江原本呢这里是一个繁忙的渡口 但是在正后的一场降雨之后 这里水位上涨 渡口停用 对面呢就是灾情比较重的惠里县 那里呢已经有十几个人遇难 那么现在这个渡口停用呢 中国官方表示将会排除万难 9月1号为止 盘之花市 梁山州 云南 都会调送帐篷和棉被等民生物资应急 在新闻史书妹编译 在5月份四川才发生过汶川大地震 而在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四川盘之花市 又连续传出了规模6.1和5.6的强震 从地理上来说 四川是属于古老板块 但是呢 地层活动却很频繁 我们从四川云南的板块图来看 其实板块都是往中南半岛方向移动 但是中间的枪塘板块 移动速度超过了阳子板块和三泰板块 这是因为板块不断地往中南半岛移动的缘故 导致呢 板块交界处就是著名的 鲜水河断裂和红河断裂 这一连串的地震能量的触动就引发了地震 像这次的攀之花地震就是一个例子 也可见防证工作在四川 仍然是要持续注意 中国大陆四川西南方的攀之花市 8月30、31号两天 分别发生规模6.1和5.6的地震 造成30多人死亡 500多人受伤的灾情 探究四川地震发生的原因 是枪塘板块往中南半岛方向移动 速度超过北方的阳子板块 以及南方的三泰板块 板块交界处就是著名的鲜水河断裂和红河断裂 地表活动十分活跃 西藏这个撞进来以后 这些板块它互相就开始又重新再活动 就我们再活跃就是了 所以这种老板块的边界上来讲 就会很多地震 像这个汶川这个也是其中之一 板块活动频繁造成地震频率高 强度也不小 然而大大小小地震发生后 释放出的能量却会引起其他断层活动 潘之花就是个例子 这么大一个地震的时候 它会去 等于是有点刚才讲 诱花其他临近的 整个四川盆地这附近的一些 一些活动断层 它可能会提早它 让它再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称为诱花 学者在汶川地震发生后 就提出这个警讯 现在的确发生 但四川断层带多 是不是会引起地震活动的连锁反应 没有人知道 只能继续观察 大家新闻见了李建宽 台北报道